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阿尔戈斯 是这个小镇 我昨天在这块睡了一晚上 今天我原本打算去斯巴达 但是昨天晚上查了一下去意大利的杜伦 我发现还是今天晚上这般杜伦比较好 因为明天的杜伦没有舱位 就是没有睡觉的那个地方 所以会比较辛苦 那今天晚上这个有 所以我打算今天就赶去帕特雷 因为我之前在克里特岛跟圣克里尼待的时间 超出我预计时间三天 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三天赶回来 那我现在就开始往这个帕特雷方向走 争取早一点去买船票 争取今天晚上就能上船 好了 我现在就要出发了 现在是下午的3点47 我现在到达了 我现在到达了帕特雷港 你看我对面已经可以看到 ANEK这个船 我现在去看看有没有票 我看那边有几个售票的窗口 我过去问一问 看一看能不能买到今天晚上的船位 就是船舱的 因为我需要今天晚上我需要睡一觉 这个船舱的票比那个座位的票要贵60欧元左右 虽然比较贵啊 但是能保证 可以保证明天这个体力 你看这一块有好多 好多代理啊 Transe Cargill 这可能都是货运的 Is this ferry? No, it's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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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uper fast is back OK, thank you 它说在后面 啊 啊 Is this the ferry to Bali? Bari? You have tickets? No I want to buy tickets To Bali 啊 Yes 啊 啊 You can sell ticket? Yes 啊 One person Yeah Tonight It's six o'clock today 6 o'clock 1 o'clock I have a car You need a cabin or no? I need cabin Only for you Only one person One person in cabin No, the cabin One bed I need cheaper cabin 4 person in cabin Maybe, maybe not It's not so OK The price is 1,094 194 With cabin I need your passport Thank you What time arrived Morning time about 9 o'clock I can already buy the ticket I can have $100 Brush 194 Under The ticket 69 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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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四人舱 一个四人间的一个一个船位的啊 所以呢这就是他会给你他会给你两张票 一张是人的一张是车的 所以我现在呢他让我先到后边来找这个蓝色之星 叫Blue Star的这个码头 然后呢先去check in 先把这两张票先去check in完了以后 然后再把车开过去 而且然后这个船是今天下午六点钟出发 六点钟出发 然后呢我说什么时候可以上船 他说你现在就可以上船了 因为还有两个小时嘛 两个小时船就开了 所以现在他说就可以准备登船了 我估计可能就说到这儿吧 在这个地方check in 因为之前挺奇怪的 别的轮渡都是直接车开上去 上船的时候才check in 他这个也许是国际航班 所以他可能要先去check in 挺奇怪的 你看这个应该是他们那个大厅吧 这块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公司的名字 你看我今天要坐的这班船 应该是这个 就是叫Super Fast Ferries 它也属于 好像也是属于蓝色之星的 你看这儿写着呢 Blue Star Ferries Super 这个地方 那就是这个公司啊 但是实际上那个船应该是这个 他们这三家三个船公司应该都是一家 Hello Is this check in here? Let's get inside oh ok If next time I buy a ticket here the same price because I buy this ticket from another agency Maybe we have offer so you can call us or you can email us and we can we see it ok? 好的 你的锭币是在招牌 这里是我们的电话和电话 然后这个是在车 你转移到这个方向,然后向左方向 现在我可以上升吗? 谢谢 手续已经办完了 他首先给了我一张牌子 这个牌子应该是挂在车的前挡风波里那块 就说证明你的车是已经OK了 完全可以拖运了 然后他又给了我一张卡 这张卡就是我那个仓房的钥匙 把这个插到那个门里面去 就可以打开那个仓房 我的睡仓 所以他这个公司 是所有的换卡 换什么的东西 全都在船下边 就办完了 然后上去就让你自己直接去找你的房间就好了 好了,咱们现在就可以上船了 现在是才4点多 我可以提前两个小时上船也不错 可以到船上面去喝喝茶 吃点东西 所以我正好好几天没整理我的那个视频资料了 在船上我就可以把它给整理好 好了 明天就到 明天就到意大利了 我估计我知道了 我得在这边吊一个头 然后从那边上 从那边才能进入码头 你得先进入码头才能找到你的船 我现在还是在这个码头的这个港口前沿后边 是属于码头后边的这个停车场 走吧 好 咱先去进入码头 前沿再说 这个194欧元 也就是差不多和1500人民币左右吧 我觉得这还挺划算的 一个是省时间 一个晚上就到了 再有一个呢 是省钱 因为我从希腊 活到奔尼萨半岛 要是开车去这个意大利的话 那我得开一大圈 绕着亚德里亚海 先开到北边 然后下南下 再进入意大利南部 然后呢 去那个 去法国啊 摩洛哥 那个摩纳哥什么的 还得再往回开 就要连续上下 上下 要开三趟 就沿着意大利的这个大靴子 开三趟 现在呢我只需要开一趟就够了 所以这可以节省很多的经费 这个汽油 欧洲的汽油太贵了 对吧 随便随随便便 加个油就六百块 人民币没了 所以呢 这个做轮渡也是省钱的 好办法 进了这个港口以后呢 你会看到这个闸关 一共有八个门 进来的时候 工作人员会给你分配 那几个门 你就在这个后头等待 像我们这种旅游客车呀什么的 好像都是在这个七号门 这个下头啊 而这个货车呢 一般的都是在一号门二号门啊 因为他们可能要先进去 他们要进到这个里里边 边检啊或者是海关啊什么的 他要抽查这个货物啊 所以这大货车要开柜 工作人员会搬着梯子啊 过来抽查这个大货车 但是我们这种车他查不查啊 不知道 按理来说 身边国家之间 欧盟国家之间 应该没有海关啊 我觉得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个船 就是意大利到希腊的这个 Superfast 它有一号船跟二号船 好像他们这公司就这两条船 跑这条航线啊 比如说今天是一号船去 明天就是二号船去 后天又是一号船去 他就是当天往返 上船喽 开上船 这一进来啊 这还有电梯啊 上来 下面这是餐口 这有点意思 看看这里面啊 看来是电梯 这难道还有reception吗 哦 哦 这块是 哇 这块好棒啊 这是餐厅啊 是吧 哦 有点意思 哦 这块还在打扫卫生呢 哇 天啊 我现在就已经来到了我的这个仓房的地方 这一层啊 我的仓房是在六层 他的front desk 前台是在五层 我的房间是哪一个呢 就是这一个 6316 来吧 我们就来看一看 哇哦 看 这是一个四人仓啊 四人仓 但是呢 平时不用的时候 如果没有那么多人的话 这个上面这两个床位就会收起来 然后呢 下面呢 我就选这个床吧 还不错哦 没有别人现在 呃 待会儿有没有人 我也不知道 待会儿有人就有人吧 然后 还挺安静的 像我这个仓呢 是最便宜的仓啊 然后呢 这里头会有个衣帽间 有个衣帽间 让你放放衣服 然后 像这种最便宜的仓呢 就是比较小啊 就是 就没有写字台 要是再好一点的仓呢 就是 它会有一个写字台 这个空间比这个要大得多 呃 你看它这个仓 如果譬如说 上面那床铺要是放下来的话 下边你基本上是坐不直的 你发现没有 然后呢 呃 而且这块摆梯子的话 也没法摆 所以它这个仓 其实是比较小的仓 然后这边呢 是 一个洗澡间 这个洗澡间 也比较小 比较狭窄 这跟我去南极的那个游轮差不多 它是一个三角形的 它是一个三角形的 要是原来我住的那个 好像 卫生间是方形的 这个是三角形的 所以 整个这个仓是 应该算是比较小的吧 但是如果今天晚上只有我一个人 或者是有两个人的话 那就很爽了啊 因为明天的那个船 所有的cabin全都卖光了 其实它就算不是所有的cabin全卖光 我也 我也不可能买那个 买两人间或者是买单人单间 因为单间大概是309欧 两人间是260多欧 四人间还分这个外仓房跟内仓房 我这个属于内仓房 内仓房就是看不到外面的景色的 我这个呢是最便宜的 是125欧元 你要能看到外面的那个是 137欧吧 那比这贵一点也没多贵 还有一种呢就是 170多欧 那个是三人房 就是说可以睡四个人 但是呢它只安排三个人睡 那个呢就是170多欧 反正就差不多这意思 好了 这块的那个空调我看看 不太给力啊 哪能调空调呢 这儿 你看这个上面这个是可以调空调的大小的 但我觉得它这个空调还是有点有点热 可能是我刚上来吧 好了休息吧 它这船上我感觉有点像邮轮似的那种感觉 还有赌场 然后有餐馆 然后有休闲区 有茶吧 然后你平时其实 可以是可以可以是在那些地方待着 不一定非得在舱里待着 因为你想如果要是四个人 平时白天没事的时候 都在这个舱里待着呢 实在是很拥挤啊 这其实就是一个睡觉的地方 而且关键它没有窗户 四个人在这里肯定很压抑嘛 好现在是六点钟 我们那个船 已经离开了这个帕特雷 开始前往意大利的巴黎了啊 最近 明天早晨我就在意大利了 那这块我们要穿过爱奥尼亚海 然后再穿过亚德里亚海 然后直接到达意大利的东海岸 你看这个夏头 你看这个夏头 今天这车其实不是太多啊 没有太多车 现在呢是夕阳夕下 看 非常漂亮啊 今天跟小唐 我们在这块看夕阳 整个这些船上啊 就没有几个游客啊 不知道没有几个游客 没有几个乘客 没有几个乘客 我们飞上空 哇 你看这个太阳 刚从银层里出来 来 在这块看夕阳 被吞没在月光 被吞没在月光 如睡的衣礼 就在某一天 你忽然出现 你清澈又深灭 在北战湖畔 你清澈又神秘 向北战湖畔